安然 其实我是守卫边境的大厦战士 林峰 今天我不仅要向你求婚 还要把我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你 紧急播放 西方一小岛发生袭击事件 造成数千人伤亡 犯罪分子已死掌握合武器 可能威胁到大厦安危 林帅 边防告急 请您回归 我已经是个普通人了 林峰 对方正是知道你不在 才敢嚣张来放 无理 无人证军魂啊 谁啊 是 首长 没想到 你居然认识这么大的任务呢 贤安然 我今天叫你来 是有事和你说 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我们分手吧 我们的感情 到此为止 您分手 您分 您分 可是 我一直 除了你的孩子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安然 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来 定许你实事荣华 未婚 幸运 孩子都欺了越来你才说 谢家的脸都被你揪尽了 孩子我自己会呀 不用你们操心 胡闹 你要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们还怎么把你嫁给民门忘说 知不知道 这么多年 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是为什么 为了 被你们当成联姻的工具 你 哎呀 爸 妈 消消气 你要是敢把这个野种生下来 我们谢家就没你这个女儿 正合我意 另外 我的孩子不是野种 它是宁风的孩子 安然 都误会了 宁风 你守护大侠 不是部门的孩子 姐 你本是谢家的掌上明珠 为了她 屈真降贵 受尽冷眼 她指定在哪儿快晃 杀 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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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久 我都会等你回来 宁风 宁风 帅 铲除叛乱 牺牲护国 无善荣耀 其妻儿家属 均列为大厦重臣之地位 首长 八年了 每年的今天 你都要来这儿 一天没找到宁帅的尸体 我就一天不相信宁帅真的死了 听闻宁帅有一妻子 可我们找了这么久 还是没找到 继续找 一旦找到 宁帅的妻子 与国母 狂等地位 是 杜总 这就是我对项目的全部计划 您觉得怎么样 计划很好 不过我呀 更看重实施计划的 你当我是什么人 臭表赞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谁不知道你生了个没爹的野种 还当自己是谢家的千金呢 我你气得动死 不能骂我妈妈 滚开 一个大贱户 带个小贱户 老子少睡你 有的是办法 走着瞧 啊 妈妈 爸爸到底多久回来 我真的是没有爸爸的女儿 送了吗 平安 宁帅 你到底在哪儿 安然 这 这是哪儿 你是谁 这么说 战争结束了 那就好 八年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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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好 一共八块啊 扫旁边就行了 好 难道 掉在刚才的酒店里了 平安 你乖乖在这里吃饭 等妈妈一下啊 好 八年 八年不见 凝晨变化真不小 当务之急 得联系上阿龙 总不能 这个样子去见安然 小皮儿 旁边去 老板 借个准备器 爸爸 臭 小兔崽子 你故意的是不是 谁谁小孩家长 站出来 你们别心了呀 这孩子从小没爹 很可怜的 我让你说话了吗 这小子是不是 新闻上说的那个 豪门前金生的野种 看着像吧 还真是 小子 你妈呢 让她过来 听说她见过 模样身段 得勾引人得很吗 哎 我想起来了 那女的好像叫什么 谢 哎 我想起来了 那女的好像叫什么 谢 我妈妈姓什么 我的新裤子 黑雪 你再这么等 我 放手 这 你 你谁呀你 妈的 一个要犯的 你找死 爸爸 你叫我什么 爸爸 你是他爹 爸爸 跟你有关系吗 哎 你别说啊 他们俩长得还真的有点像 我去 没想到豪门前金 被一个要犯的碎了 好啊 既然你是他爹 这扣子 你赔 我没钱 手机 拿手机底 你想要这个 这东西 很危险的 我他妈你以为我吓大的 拿来 走 小朋友 你一个人吗 不是 我妈妈去拿手机了 等会就回来 好 那你在这里 快快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好 爸爸怎么又走了 大哥 这好像是个高档货 你个臭要饭的 没有什么高档货 大哥 这开机画面 对啊 吉星一号尾星插线绝密信号展术 紧急定位成功 吉星一号尾星发现绝密信号展术 紧急定位成功 大哥 这是什么标志啊 大哥 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啊 大哥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下车 大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手机呢 什么手机啊 大哥 难道是那个臭要饭的 该死 臭要饭的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找来了这些人 我早说了 这东西 很危险的 大哥 手机是那个叫花子偷的 跟我们没关系啊 跟我们没关系啊 龙几天 他是龙几天 您是大厦战胜身边的亲信 这叫花子居然惹到了他 阿龙 好久不见 林帅 你还活着 属下中几天 参见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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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叫花子 是 大厦战胜 几个蠢货 战胜的手机也敢抢 这可是大厦精力 林帅 他们怎么处理 他们几个嚣张跋扈 平日里 报取好多的事肯定没手 好好查一下 是 带手 林帅 首长他们知道您还活着吗 他们 暂时还不知道 这件事也先别告诉他 阿龙 三天后 你在天赋阁 为我办一场婚礼 林帅 您的婚礼可是大事 这 三天的时间 恐怕 太仓促了些 一切从简就好 八年前 我为了任务 辜负了一个很爱我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 他还愿不愿意给我机会 我明白了 请宁川放心 属下 一定给你办好 只不过 他叫什么名字 谢家 谢 安 然 老黄 你刚刚有话要说 东哥 您说这个谢安然 会不会是 新闻上怀了一 哦不对 怀孕就 有了孩子 被谢家 逐出家门的 那个千金啊 应该不会有错 林帅 恐怕还不知道 他已经生了孩子 有没有可能 那个孩子 是林帅的 谢家千金 这些年的事 我有所 为了养育这个孩子 他不惜和谢家决力 又因为长相貌美 被不少世家子弟所骚扰 如果这个孩子 真的是命帅的话 恐怕整个凌晨 都要发生一场地震 东哥 鼠帅认为这件事 慎重调查为好 不管如何 即刻通知谢家 三天后 来天府阁 与大侠战神成婚 是 姐 八年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 让我会战 到底什么事 十好事 马上你就知道 下面 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一件关于谢家 光宗耀祖 世代 昌盛的大事 洋洋大侠 屹立于世界 诸国之巅 唯一靠 就是一个人 大侠 战神 大侠战神 昨天晚上 黄老总 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 大侠战神 要赢取我们谢家的千金 姐 你听见了吗 他听见有什么用啊 战神要娶的 又不是他 战神说了 要娶谢家千金 大姐也是谢千金啊 你这四孩子 你入路解释当红明星 知书达理 追他的人 能排几宫里路 他呢 堂堂大侠战神 难道会娶一个 未婚仙孕 还拖着个半大孩子 的旅人吗 可是 我姐长得漂亮 是啊 她要是不长成 这张狐妹子脸 那孩子都快有八岁了 否则 这战神 有可能真的愿意娶她 也不一定哦 我的大侠战神 没有什么兴趣 我的心里 只有宁凤一个人 哼 这么知情 撞起谁看呀 你以为这样 那个男人就能回来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站住 你八年没回家 回家就想走啊 我教你的孝道 都喂狗了 叫你回来自然有事 如今 陆柔的婚姻 已经有着落 为我们卸下 剩了光 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 你为你 谋利断姻缘 什么 强盛集团的杜总 黄老总的得力部将 过几年很有可能 坐上黄老总的位置 虽然比不上陆柔 但对于你来说呀 已经很不错了 陆某 你们知道他什么人吗 再过几年 也是人老猪黄了 有哪个男人 还要你呀 而且杜总还说了 不在乎里有一个孩子 只要孩子呀 跟他信 就可以了 这件事 我已经答应杜总了 借了陆柔大婚的日子 也把你的婚姻给定了 你们觉得 我会答应吗 姐 这平安的户口 还没有落实吧 这过了几年 上中学 哎呀 爸 你怎么可以用平安的户口 威胁我 他可是你外孙 他是谢家的吃辱 你也是 这事由不在你 三天之后 带着孩子 改信 问爹 你说什么 我会有儿子吧 宁帅 您当日救下那小孩 叫您平安 其母 就是贤人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宁帅请息怒 手下 也是再三确认了时候 才敢告诉你的 林帅 这是DNA的监听报告 安然 我竟然让你一个人养孩子 八年 这八年 你究竟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是啊 这八年 现在不仅多次逼迫 二人小姐结婚 在经济上处处打压 二人小姐忍急挨恶 就起业服 也没让孩子受半点委屈 我对安然的亏欠 怎么弥补都不为苦 就算他要把我千刀万挂 也是我应得的 宁帅 您也是为了大下 不管怎样 终究是我负了的 现在我回来了 就不会让他们母子 再受半点委屈 是 宁帅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您身份证书 这其他人 恐怕还不知道 您起死回生的消息 等一下 恐怕再说这个 平安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哭 等妈妈拿到过客本 你就离开凌晨 嗯 好 诶 平安快过来 外婆给你啊 找到爸爸了 读 诶 平安快过来 外婆给你啊 找到爸爸了 妈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叫胡说 改口这种事 趁早不趁晚 你知不知道 陆总啊 可是这场婚礼的 总责责人 这足以说明 战神 会替我什么重视 哎呀 今天我也是 沾了战神的光啊 哎 待会儿啊 我再请求战神 为我和安然的事情 做个见证 好了好啊 谢安然 你看看 杜总多用心了 新城来了 露露 我的女儿 你今天 你今天真是太美了 属下 祝责 见过战神夫人 妈妈 战神有我爸爸厉害吗 平安 别乱说话 仙人 你平时就是靠这些谎言安慰孩子的 难道你没告诉他 他只是个爷 闭嘴 不要在我孩子面前 做他爸爸的坏话 该闭嘴的人是你 敢对战神夫人如此不敬 你就算是跟了我 我也保不了你 我什么时候说了 要跟你 张什么清高 你要是不想答应 今天来这儿干什么 战神夫人 我和你姐姐的事情 还希望能让战神做个见证啊 好啊 这事我做主了 不过我姐姐啊 这脾气怪的 能嫁到你家去 还希望你能多加管教哦 一定 一定 黎芳 你到底在哪 战神大人到 先把彩礼送进去 是 安然 我会用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来向你请罪 大夏战神求取谢家千金 送出彩礼 天院别墅十套 金砖十块 夜明珠十颗 豪车十辆 东郊土地十万八千平 彩礼一亿三千一百四十万 寓意十全十美 定终生 一生一世 一双人 我的天哪 观众财 你救了卖十个谢家了 谢家有谢露 这样的仙金 真是三生有幸啊 不像另一个女儿 祖祖给家族 带了八点的耻辱 她怎么还敢把 那个野主带过来 今天是战神大喜的日子 就不怕爱了战神的眼 你 一会把她带下去 留在这儿啊 让战神的眼 好的 安然小姐怎么没穿灰伤啊 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 倒是谢家的二小姐 怎么穿着婚纱 站在哪儿 二人小姐 赶紧去换衣服吧 战神大人马上到了 我 我换什么衣服 当然是婚纱啊 今天啊 可是您和战神大人 她洗的日子 什么 战神要娶的是 谢家大千金 你瞎了眼了 你看清楚 战神要娶的 明明是我 战神亲口说要娶谢安然小姐 这些彩礼 礼金 也都是给她的 怎可有错 错了 你一定是错了 我们谢家未出阁的千金 就只有露露一个人 而谢安然 孩子都快八岁了 什么 没错 我是今天婚礼的负责人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今天的新娘 只有谢露小姐 一个人 谢安然 你赶紧解释清楚 您要是想趁现在这个机会 勾搭上战神 那可就太天真了 您以为我像你一样 你确实搞错了 我与战神素魅相逢 更不可能到 唐文能价这一步 难道 我真的记错名字了 你肯定是弄错了 诶 露露 你的投杀呢 投杀 应该是忘在化妆那儿了 这战神马上就要到了 投杀怎么能忘呢 谢安然 还不快去给你妹妹拿投杀 对这个家 是一点贡献都没有 正好 可以去拿户口本 我知道了 平安 乖乖在这等妈妈回来 姐 我陪你一起 你别走 待会儿冲撞了战神 不用 妈妈 烦死了 赶紧把这小东西都弄倒 好好 走 外婆 我饿 吃吃吃 就这么吃 马上就开戏了 一会儿战神来了 就先把你和仙人的事给定了 这 这也不太好吧 等您和战神的婚礼结束了再说 他刚才那么没规矩 你也看见了 我还是希望杜董 能早点找他规矩 是 是 那个野种去哪儿了 放心 保证他不会出来闹事了 那种地方 才符合他母子的身份嘛 以防万一 还是先去禀报一招 混杂 三十夫人 当然是谢安然小姐 这种事情 怎能弄错 对不起 黄总 对不起 牛帅 好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只要安然没有受委屈就好 这 这 这个 安然受委屈了 那我儿子呢 我 我 我 妈的 你说话呀 他 他这 进去 mark 的女生 还是真夫 Eas弄赚 谁做的 谁 你还不可以解铐 你没有直接尬 喂 你谁呀 是你把他绑在这儿了 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叫我绑 我当然知道 他是我女儿见安然的儿子 叫杜平安 杜平安 对呀 就是强盛集团的杜总 等安然嫁给杜总啊 这孩子自然要跟着一起改信 跟杜总信 跟杜总信 这些 这些都是杜盛集团说的 当然 哎 不是 到底是谁呀 哎呀 黄总 是 什么 你是黄老总 黄总 您这是 怎么了 阿龙 许先生 带平安出去晚会 我不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给他留下心理阴影 是 能命令龙几天的人 只能是那位战神啊 哈哈哈哈 哎 战神啊 您有所不知啊 这孩子 他 有一些任生啊 恐怕 平安 跟你阿龙叔叔出去晚会好不好 好 你说这孩子啊 他从来没这样过 他今天怎么 这么亲戚的 那只能说明 在孩子的心里 你们这些所谓的亲人 还比不上我这个只见过一两面的陌生人 奇了怪了 战神怎么会为一个野种生气啊 谢露 你头上我拿来了 安然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谢露 你知道你们天战的是谁吗 他可是大夏战神 是统一万军的人物 你何德何能可以见过一面 不好意思 原来是战神大人 是厉害 这个头杀 可以给我 啊 好 这双眼睛 为什么这么熟悉 谢露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刚走神了 这个贱人 就是想勾引战神 战神大人 在我们大婚前 可以拜托您一件事吗 说 是关于杜总的事 林长人都知道 在八年前 西安然跟一个野男人搞出了孩子 现在啊 各是没人愿意娶他 只有杜总不计前嫌 愿意跟他结婚 还能有幸 让那个平安 跟杜总感性度 这份情谊 实在是可歌可泣啊 战神大人 属下独胆 请您给我们的婚事 做个见证 臭属下独胆 你敢打我 你骂什么 杜总 杜总 你疯了 干打自己的男人 你 你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他是我的男人 我的男人 从始至终就只有宁峰一个人 是你问 用平安的户口威胁 用我的孩子威胁我 变远才 长得像养你的户口板 平华 姐 跟你 你叫平华去帮你偷户口板 这本来就是我的户口 哪里来的臭 臭小子 你居然帮着外人来对付家里 我看这是不下活了 哪里有外人 我只知道 她是我姐 西安人 你平时没有规矩也就算了 今天什么日子 这是什么地方 也有能让你在这放肆吗 完了完了 忘了战神人在这里 战神大人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户口本 否则孩子以后没办法上学 实在无意忘犯您的婚礼 可笑 战神什么身份 哪有信息关你这些破事 来人 把他给我摁住 让他给我和战神 磕头认罪 磕头认罪 来人啊 战神 他们这么扰了我们的婚礼 乃是大不尽 难道 不应该惩治吗 是啊 战神 就算她是我的女人 你也不用给我面子 该怎么罚 就怎么罚 你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 战神大人 您不用看我们协家的博面 这个臭丫头 早就该收拾收拾了 好 你们说的没错 今日扰乱婚礼之人 的确应该惩治 嗯 那你觉得 应该如何审治此人 至少要让他们下跪道歉 否则啊 就是亲近了您的威严 好 那就按你所的做 今天所有扰乱婚礼之人 都必须向我的新娘 下跪道歉 来人 是 你们两个 还不快跪一下 战神 我姐姐身体不好 要跪 我一个人跪 我 我肯定可以 摆脱都可以 平衡 战神 今日的确是我冒犯您的婚礼 但也是他们逼迫在先 是非对错 相信战神一定可以分辨 放手 这对错 还需要你来叫战神吗 战神 动狗 动狗 你干什么 你们摁错了摁他们呢 姐 这是什么情况 黄总 快帮我说句话呀你 我帮你说话 我帮你说话 你居然敢把她 当成是你的女人 战神大人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可是你的妻子呀 谢露 我和你素媚相逢 又怎会和你成婚 战神大人 你如果不想 娶我们家谢家的千金 你为什么要办这场婚礼 送如此贵重的彩礼 我原本要娶的 的确是谢家千金 只是我没想到 我要娶的女人 竟然早就被你们 赶出了谢家 你 你居然娶的人是 是 是安然 谢安然 才是战神夫人 那那个孩子 岂不是战神之子 你现在才知道 刚才 你不是让孩子跟你姓吗 不不不 战神大人 我错了我错 我跟孩子姓 我跟孩子姓 不 这不是真的 谢安然 你什么时候 给你的战神 战神要求的明明是我 战神大人 这这不是一样吗 跟我 还是你的岳父嘛 说 岳父 刚才是谁要对自己 亲生女儿动手 现在竟然还有脸自身父母 你们说的 谁敢扰乱今日大婚 必须延长 否则 就是清洁了战神的威严 娶我九戒兵了 娶我九戒兵了 不要 战神大人 不要吧 不要 安然 安然 你快救救我呀 我可是你七八呀 等等 夫人 您是想亲自动手 战神大人 您刚刚说 您要娶我 对 对不起 我拒绝 啥 姐 你 不拒绝 不拒绝 战神大人 我们不拒绝 战神大人 那个 安然也是我们的前妻小姐 那 那不是一样吗 爸 妈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不闭嘴 战神大人 你看 闹那么大个乌鲁 那个 安然 那个还没穿上婚纱的吗 就有什么 露露 快把过来 偷懒给你解 放开我 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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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露露 都不是你们拿去换取家族利益的工具 战神 如果 您想娶的人不是露露 那谢家 就再也没有愿意嫁给您的女儿了 哎呀 安然 你糊涂 你糊涂啊你 就像您所说的那样 你与露露素媚相逢 同样 我和你也是 安然 早已心有所属 我已经等了他八年 心里 再也容不下别的人了 我知道 并且 我和他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也知道 这 没想到战神 喜欢人妻 谢安然 你别傻了 你等那个野男人 等了八年了 他如果真的对你有感情 他早就应该回来了 那我就等他第二个八年 第三个八年 他永远不回来 我就永远等他 你休想 我今天把话放这 你要是把他赶载回来 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 你说你想打断谁的腿 那个 战士大胆 我明白 那个混蛋的腿 肯定是用战士大胆 亲自来打断 是啊 安然这些年过得这么惨 全都是那个坏蛋害的 别说打断腿 就是五马分尸 都不为过 我过得为什么不好 不是因为我有了平安 再也无法成为 你们赚钱的工具 所以你们才处处为难吗 你这孩子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们都是为你好啊 就是 抛开事实不说 我们也把你养 这么大了不是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夫人 战士大人 如你所见 不管多久 不管多难 我都会等我的男人回来 所以 像我这样的女子 也根本不配做你的战神夫人 不 你配得上 是我 辜负了 安然 我回来了 凌峰 你是 凌峰 是凌峰 哎呀 凌峰 他竟然是大侠的战神了 安然是说他能不明 但是没有说他有如此行贺的身份呢 不是野男人 不是野男人 而是统领万军的大侠战神 你真的 是凌峰 安然 对不起 对不起 李峰 你怎么 你怎么才回来 我等了你两千九百七十二天 我到哪儿都找不到你 我以为你死了 我以为你死了 阿然 我没死阿然 我没死 你没死 你没死你到现在才回来 老婆不要了 孩子不要了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怎么还有脸 小儿 我姐在打大侠战神 我姐 好猛 这今天 是不是很辛苦啊 战场 是不是很可怕啊 你有没有受伤啊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安然 我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安然 七十八年前 我想对你说的 是另一句话 谢安然 谢安然 你愿意嫁给我 成为 我的妻子吗 我愿意 老婆 孩子都七岁了 还害羞呢 谁说是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 咱在这 我现在活着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哎 梦梦 你干嘛 妈 你还给我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培养你当明星 你就这么死了 我现在轮到现在这个地步 也全行业风沙 就连路边的狗都不愿意 多看我一眼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 你 我倒有一个办法 让你重回巅峰 什么 你是因为得罪了战神 才落到如此地步 只有你再嫁个战神 才没有人敢欺负你 可是 那一封是我姐姐的老公啊 那有什么 你们两个一起嫁 这男人 不会嫌弃自己多一个女人 再说了 你也不比你姐姐差 可是 我姐姐是不会同意的 那更好办 战神之所以对安然念念不忘 不就是因为一个儿子吗 你呀 生你做成熟饭 这接下来的事 不就生到尘了吗 那 我要怎么做 行叙 我知道 我知道之前呢 我们做了很多错事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给我们一次改过自信的机会 是啊 是啊 贤婿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还请您看在 安然和平安的份上 能原谅我们两个老人 你们毕竟是我爸妈 我只希望你们 好好记住自己说的话 一定 一定 您坐着 坐着喝 您睡意 我干了 难道是我太长时间不喝酒 竟然感觉 有些醉了 贤婿啊 你今晚和安然 就在这儿睡 安然 您和我一起去给宁峰 准备换洗衣物吧 你马上回来 老婆 你来了 正是男人 要吗 怎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和我姐姐 一起服侍你 不好吗 就连我爸这样的小人物 都在为你包养小三 而你 却为了我姐 如此地守身如玉 这样的男人 天下何寻啊 本来 我只是因为你的身份 全是 想许身于你 可现在 宁峰 我好像 真的有点喜欢你了 所以 我不会这么放弃你的 这就睡着了 就长这么长 还大下战神了 早啊 姐姐姐 姐姐姐 昨天晚上睡得舒服吗 她睡得再没这么香了 爸妈呢 那就好 对了 今天是平安的生日 爸妈一早就宴亲朋友了 说是给平安庆生去了 什么 庆生 我看他们就是想借平安的身份 去壮大卸家势力 很有这个可能 毕竟你也知道 他们的秉性是什么 姐 你放心吧 我已经让平华跟过去了 平安不会有事的 你能醒悟就好 那还不是多谢谢姐姐吗 那我以后 就把平安当自己的儿子 把姐夫当成 安然 你先去儿子那边吧 你不跟我一起吗 我还有很多战友 不知道我现在的消息 得先跟他们说一声 这也是规定 好 泄露 我警告 不要再试图破坏 我和安然的感情 姐夫 你对小医子这么粗暴 真的好吗 昨天晚上 我们到底做了哪一步 他还不记得了 既然如此 运气好的话 十个月之后 平安会多一个弟弟妹妹了 你 就算姐姐再信任姐夫 看到这种照片 也难免会心碎了吧 原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 我们如果做了什么 你也不用拿照片来威胁我了 到底是战神大人 那要是我们真做了呢 你不用再演戏了 我遇见的女特工 她们的手段 是你无法想象的 你想知道 她们都是什么下场 不要再试图做些什么 她们不可能做到的事 你更不可能做到 女特工当然做不到 因为她们 没有爱你的那颗心呀 姐 你看看 你看看 其实太不像话 这谁拉的横幅 这谁拉的横幅 上面刚刚决定 确定战神大人的牺牲 准备国萨 竟然有人敢冒充战神 将军 上面写的 是临舍现下所为 大包天 我在这守着 你们一个人也不准跑 这件事 你现在立刻上包给手掌 是 您说 都希望这一刻 能够晚点到来 怕你了 终于还是找到了 您的骸骨 真的是 宁帅的骸骨 不会有错 从骨骼里 踢取的DNA 与基因 获利宁帅的DNA 高度匹配 好了 宁帅也不希望 看到我们这样 他走之后 只有你能 接近他的位置 成为大厦新的战神 继续替宁帅 威舍诸国 当年该执行 那次任务的本 该是我 他明明明任何人都清楚 那是彼此之情 吁帅之死 大下国丧 已登上各大国家的头条 出国纷纷表示哀悼 我们这里的一举一动 有数十亿双眼睛在看 首长 大事不好了 你说什么 有人冒充战神 我刚刚跟张队亲眼所见 这事都上了凌晨热搜了 荒唐 军神大事的消息 今天中午就已经全国同胞 如今举世皆知 什么人 这么大的胆子 谢家 谢不停何在 首长冤枉了 我早就入睡京城王家 不是谢家人了 这 这肯定全都是我那个 不成绩的弟弟干的 铁你一个小时 将此人 带到命帅目前 是 首长 我也去 也好 敢冒充战神之人 不是简单抉择 有你这个大侠战神在 你能地面伸出更多事的 请我龙泉进来 谢老爷子 这当真是战神的儿子 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的亲外生 我怎么感觉他们有点怪怪的呀 什么怪怪的 嫉妒呗 金国耀 你看 大哥都来了 连京城王家的大哥都来了 看来我们这个乖外孙呀 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无敬的荣耀啊 你们两个蠢物 这小子根本都不是家神的儿子 大哥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昨天龙叔可是亲自来了 还隆及一天算什么东西 战神的葬礼 正在临城办着 手掌妻子办的郭桑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战神牺牲了 你们俩看看 敏帅之死 大驾郭桑 已登上各大卓家的头条 这怎么 怎么会这样 你们先别急 立即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要一字不漏 好 心灵 原来是安然的老公首先冒充战神 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些事情 对啊 这我们怎么能想到他是假的呢 毕竟这龙叔他都来了呀 这个人能够指使龙吉天 想必也有一定的本事 龙吉天很可能已经被他收买了 那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能有什么目的 肯定是要呼乱打架 这 这可是大罪呀 这个 我早就感觉不对劲 一个混小子消失了八年 他回来突然摇身一变 就变成战神了 外婆我要吃蛋糕 吃吃吃 我们都要被你喝死了 妈 你在干什么 别叫我妈 我没这个不像的女儿 没错 你八年前已经被我们赶出戏家 你和我们现在没有半点关系 不是 你们都失忆了 昨天还对我姐和姐夫那么好 你闭嘴 可不得 我们也没你这个儿子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这对狗男女都干了下什么 竟然敢冒充战神 冒充战神 原来如此 是因为这个 才让你们又露出了真面目 真是本性难以 亏我还天真地相信你们是真的悔过了 呦 现在承认凌峰不是战神了 不管凌峰是谁 我只知道她是我的丈夫 是平安的父亲 至于她是不是战神 我从来没有再会过 可笑 冒充战神乃是死罪 你难道就想这么轻而易举地敷衍过去吗 没错 今天可是战神大上之日 你们这家人居然在这个日子 冒充战神 还给这个野种大进生辰 你们脑子坏了 这场深夜是谁办的 是你们在没有征求我和宁凤的同意下 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 私自以战神儿子民意举办的场寿宴 大哥 你看呀 他到现在的不知悔改 这件事情 这件事跟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放心 博洋是我弟弟 我自然会就一把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干什么 放开 放开 住手 我看谁敢斗我心儿 大哥 就是他 他假冒战神 对 大哥 赶紧把这家人给我绑了 我们去向首长 请罪 对对对 我们亲自去向首长请罪 胆大包天的东西 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动人 混账 你竟然还敢动手 当然 你和孩子没事吧 姐夫 他说你假冒战神 说我姐姐和平安 假冒战神家属 你要把他们抓去定罪 什么 而且 而且我真的在网上看见 今天这个战神举办葬礼 整个大厦都知道了 这 这 嗯 现在知道了吧 战神的遗体已经找到了 否则 真有可能被你这种小人亲事到鸣 遗体 我人就在这 谁说我死了 还敢狡辩 你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我没有第一时间向上面汇报 是由所有设备都在战斗中遗失了 就连专用卫星电话 也换 别 你继续别 我没有必要说话 我已经第一时间让龙羲天向上面汇报 很快 你就会得到消息 说起龙羲天我真不知道 你是拿什么好处买通了他 竟然和你一起撒谎 不过 事到如今 你觉得他还敢出现吗 混蛋 有你 你敢质疑大下战神 抱歉 宁帅 属下来往了 龙羲天 你还真敢献身 谢不群 你个抗对物贝房价上百顿坠序 什么时候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这个龙党 你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灵城之主呢 现在的你 已经犯了叛国队 马上就要论位接下球了 你有没有想 如果他真的是宁帅 你今日 又该当如何自处 什么 什么 你连宁帅的面都没有见 就敢断言他不是宁帅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而我 曾多年随宁帅争战杀杀 他是不是宁帅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不可能 宁帅的骸骨已经被找到 而且做了爹地罪 首长也亲自确认过 绝对不可能错了 那就让张晓刚挂 让他来认 龙羲天 你别想诈我 你不就想趁机拖延时间 想逃到国外去吗 谢不许你给我听好啊 若他不是宁帅 我龙羲天今天跪在这里 头还是分尸 欺听尊便 但我就问你一句话 他也真的是宁帅 你 当如何 好啊 龙羲天 你的头 今日便由我来砍 女战神楚遇 她竟然会出现在宁城 倒是徐决没见着小妮子了 初将军 您终于来了 正如你所见 龙羲天作为曾经宁帅的亲兵 现在竟然火同别人 冒充宁帅 简直是罪不可赦啊 见过女战神 楚将军 宁帅并没有牺牲 我已经把消息传到了上面 您可能还没有接到通知 你知不知道 我们找到了宁帅的海谷 那您可能是搞错了 宁帅好好地在这儿呢 海谷做了DNA抵兑 怎么可能有错 这 龙羲天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战神的牺牲 直到现在才敢确定 足足八年 当然是做了百分之百的肯定 那如果宁帅牺牲的话 我身后这位 是谁呢 那 那谁 小妮子 好久不见 不可能 她 她怎么可能是战神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林峰一家得罪死了 她怎么可能是战神 她绝对不可以是战神 楚将军 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 就凭一张脸 就能确定她是战神吗 你说的没错 不过 我和宁帅师旧时 想要辨别真假 轻而易举 你 敢回答我三个问题吗 你问 任务编号9577 一共三十八人 是在哪个战场 谁是队长 东南战场 我是队长 你是副队 其中一级战士十八名 二级战士五名 还有五名医生 十八 加五 加五 念峰 你连谎话都不会编了 一共三十八个人 你这加起来才二十八个人 第一个问题就露馅了吧 这是因为其中十人不是战士 二十五名营救的民工 这次任务被困十人 我们全部救赎 这跟飞了 我们败来的五名医生 秦产局 他说的好 真的是这样吗 他说的 没错 什么 这 这次任务 是我和宁帅第一次合作 也是我第一次 见识到宁帅的实力 说你的第二个问题 凌晨三点半 我们去救一个人 出动了多少战士 救的是谁 等等 你这问的都是什么问题 就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如果他是宁帅 他一定会知道 好吧 那我纠正一下你的问题 不是我们去救了一个人 而是我去救了一个人 而那个人 就是你 回答 正确 这 这 书将军 我认为您的这些问题 作为宁帅亲信的龙七天 肯定都知道 他极有可能早就告诉了此人 所以 他才能对大如流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楚将军 有没有 旁人绝对不知道的机密 只有你和战神知道 当然有 最后一个问题 我和你的第一次 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 第一次 你 传闻听说 某次任务的时候 宁帅拿下了女战神 看来是真的 不是老婆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有老婆 废话 我早跟你说过我有老婆 那你还对我做那种事 别胡说了 宁帅 我和孩子等了你八年 你却在外面 老婆 你听我解释 那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真是出任务的时候都拿下了 好嘞 那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潜不到敌方根据地 那里渔落滚杂 我们险些被发现 所以才假装情侣 什么都没干 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真的什么都没干 真的什么都没干 那 那他真的就是战神 不 这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证明他是假的 其实 想要证明他的真假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 什么 宁帅的剑术天下无双 如果你是宁帅 我自然不敌 但如果你不是 就成为我龙泉剑之魂吧 可是 我没剑 那我 就用这个吧 反正点到几尺 我说过 接不下这一剑 你便去死 龙继天 你来数秒 好 三 这是什么架 简直漏洞白说 零 没错 他不可能是宁帅 只需要三秒 我就能进他身前 一见封喉 有 八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慢 宁帅 你真的是宁帅 你还活着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说呢 我老婆还看着 嫂子 那个 我不是 没事 我懂 战友情嘛 谢谢嫂子 小刚在哪 听说 他在给我伴葬礼 首长 找到了你的骸骨 他决定你已经死了 奇怪 既然你还活着 为什么DNA比对 那些骸骨是你的 可能 弄错了 带我去见他 是 我在走之前 还有一些人 是需要处理掉 战争大人 饶命了 楚将军 饶命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事会成这样 对 就是有谢国群 他陷害我们的 谢国阳 你在胡说什么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 我们好好的 在给外孙 办生日宴呢 他又冲进来 一头胡说 我们老子一扔 我们就谢了他呀 胡说 那是不是再有一天 有人再在你们面前胡说 你们 也要拿我 妻儿去认罪啊 不 我们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了 女儿 求求你 快出去好啊 救救我们吧 不是你亲口说的 从八年前 我就不再是你们的女儿了吗 没错 安然之女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简直是可耻 嗯 当然了 我也有错 宁帅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的真实身份啊 我也是为了保全 战神的名称才这么做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什么心思 你不过是为了个人资本 想要以此要功 就算是 就算是今天这里有人冒充宁帅 首长只说了 带走冒充这一人 你 欺负女人孩子 这儿什么本事 阿龙 到 他们 就交给你处理 他 带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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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安然 啊 求求你 救你爸爸 安然 啊 啊 啊 今日之后 我心安然 再无风 啊 啊 啊 在这儿看着自己的墓碑 多少 有这种习惯的感觉 我们去找首长 嗯 首长 你也来了 都来吧 其他人 虽然尽重宁帅 归根结底难受的 还是我们这些 曾经跟在他身边的亲信 不怕你们笑话 八年前 当我得知宁帅战死的消息 哭了正常三天三夜 眼睛差点哭下 不过还好 一切都过去 当年知道宁帅死 只觉得滔天的愤怒 一气之下 便违抗军力 只身杀尽敌英 杀了个八进八出 现在想想 还好倒是没死 那个冒充宁帅的 找到了吗 找到了 听说他跟宁帅很像啊 不能说像 只能说是 一模一样 你们不知道 其实这些年 世界各地冒充宁帅的 至少有设计企业 但是都被我们处置了 只是因为保密 你们不知道 但是每当我看见这些人 我都会觉得 很像 真的很像 但是这种感觉 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那种 一服当官 万夫莫开的气势 他们根本就学不来 刚才我一个人的时候 老师想起和宁帅 刚认识那玩 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编 我记得 和宁帅说到最多的人的字 就是 刀 那时候 特别容易反错 而宁帅 总是严厉 不由其烦地纠正我 他会成条件反射了 首长 您 归头坑 张晓刚 走 走 刚才好像幻听了 张晓刚 走 不对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面前冒充逆水 十九步兵 九连三分队 张晓刚 出列 你说什么 十九步兵 九连三分队 张晓刚 出列 到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三个 把这个仓库的垃圾 给我分类 会干吗 黄老总 我们怎么会干这个呀 不会 没事 我的人 会教你们干 我们会 我们干 我们干 黄老总 你看 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走 把这个仓库的垃圾 给我干完 到时候再说 走 黄老总 不干 我不干了 大哥 你得想想办法呀 我们要在这儿 多待两天 这 毕竟熏死 就是就是 你 我们 我们跑吧 好 啥啥境内 哪里有我们的容身之所 妈的 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 我有条路子 什么 看你们敢不敢 啥 您让我继续保留这个墓碑 可是您还活着呀 这怎么可以呀 首长 宁帅这么做 有他的考虑 宁帅新生仪式 目前已全球戒指 祝国哀悼的同时 也有不少敌国 得知我大侠再无战胜 并蠢蠢欲动了 你们继续说 现在如果告诉世纪 宁帅还活着的话 你却可以起到为首尊 但宁帅以为 鸣枪一朵 案件难放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把那些表面 对我们友好的国家 全部施罵出来 这个想法很好 不过就是 那委屈宁帅了 我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私心的 若在我外地来犯 我也可以安心 做回普通人了 宁帅 您看下资料 我胡突破了 可口核聚员技术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三天前 这个消息 目前处于国家最高精力 太好了 这个技术 可以让我大厦的国力 更上一层 科研人员的保护功力 一定要多 宁帅请放心 这个工作是我亲自在做 他们现在正处于 大厦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个技术 可能已经被窃取了 这次的研发团队 有外界人 技术突破之后 他们想第一时间回国 但是被我们制止了 不过您也知道 这种制止 坚持不了多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 他们当中有人 在第一时间 就和外界联系了 所以 现在这个技术 泄露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得而知 怎么还会有外界人员 是联合研发 什么联合研发 那些洋鬼子 就是来度假的 这事的研究工作 一个不参与 成果出了 到处妄想窃取 这个研发团队的组成 是因为之前 签署了某个 国际科技协议 成立的初衷 就十分复杂 不过没想到 我们居然取得了 如此巨大的成就 这件事 就更复杂了 你们准备怎么做 他们要想带走技术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都调查过了 那几个外籍人 就是草包 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研究 所以对技术细节 他们也不清楚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些人五脚蛮缠 应说技术是他们的 要带走 我们的研究资料 带走 他们真当 这还是一百年前吗 既然瞒不住 不如直接公开 一周后 邀请诸国 来我大侠参加 可控和剧变技术 突破的发布会 公开的话 的确可以少很多暗毒 而且我们的科研人员 可以安全不少 这样的话 也没人敢明智 动我大侠的功臣了 只是这样 迷面上的争夺 就更紧密了 这样做 会不会太激进了一点 发布会当天 我亲自作证 我就是要告诉诸国 再没有人 可以从我大侠 抢走任何东西 よし 不要干啥 大侠才是十岁的 要在我们头顶那把剑 终于就断了 建议大人 大侠公布了 可控和剧变技术的 发布会 挺没想到 大侠也能研究出 这么厉害的东西 不过这么厉害的东西 本来就不应该守抑他们 现在大侠真实 我看 他们怎么 保住那份技术 这份技术的归属 本身就有争议 大侠竟然还敢公之于众 真是愚蠢 虽然 大侠上没死了 可是他们那个 大侠的女战神 丑玉 也有些事 谁是丑人 还请我 切断大人 为我 网架我 真身一丝 心疼 你妈 我爹是世界最强 这几个大侠人 都摆出了 是的 江木大人 他们还准备 把女儿献给你 好 请这手指 你让我 大样我 爸 妈 你们今天下午来 到底干什么呀 露露 爸妈呀 给你物色了一个 别战神还要厉害的人物 带你来见识见识 不用了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有兴趣的 傻孩子 一会儿啊 你就感兴趣了 您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弟弟妹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闺女 露露 杨国人 露露 这位是建木大人 建木大人 是我们的贵人 爸 妈 你们居然把我制造 给这种鬼子 哪里 你这孩子 还不赶紧给建木大人 道歉 建木大人 你们别监管 都是我们教导无法 大夏素雷是个无理的国家 建木大人早就习惯 你难道不是大夏人吗 说出这种话 真是连祖宗都不要了 我早就移民了 现在 是光荣的 杨国人 露露 露露 到这种地步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想当走狗是你们的自由 我没兴趣 混账 你怎么也跟你那个姐一样 学会说这种没良心的话了 我真后患 又早点跟我解学 露露 建木大人喜欢你 是你的福气 这真的是建木大人的地盘 不是说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这是大夏的土地 什么时候成他的地盘了 马上就是了 你 开心了我 我的物品吧 我警告你 我姐夫可是大夏战神 你敢动我试试 大夏战神 已经死了 现在 没有人可以救的 怎么办 你说 谁死了 你说 谁死了 我 你 什么 你在 狗叫什么 建木大人问你是谁 来干什么 我是谁 看来他们 没有告诉你 英国 这里不是你可以要羊威的地方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一个小羊 还有值得我记住名字的人 你是大胆 看来他们没有告诉你我试试 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算了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带他走 带他 走 你 带他走 谢谢 告诉他 我的战绩 建木大人 乃是杨国第一散打冠军 多次在无规则八角龙中中伤对手 解决这场对决 只需要在十招之内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可要开始了 来吧 开 建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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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招 你也太抬取自己了 刚才谢谢你 不过 你怎么会在这 那个石黑剑木 是我们盯着的一个目标 没想到 刚好你也在 那他们来做什么 这不重要 也不是你要知道的事 现在去哪 我送你 我可以跟你回家吗 你觉得呢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嗯 是 主要你看见我父母对我的态度了 如果 我在自己一个人 他们肯定会再把我嫁给某个男人的 真的 嗯 好吧 只是暂时的 你先坐后面去 谢谢姐夫 把你的东西拿走 是 什么东西 哎 这是什么 嗯 这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掉的吧 谢露 我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试图破坏我跟你姐姐的感情 否则 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姐夫 我只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 林芳 哎 快给我 哎 姐夫 你快帮帮我 要被我姐看见 就完了 姐 露露 你怎么来了 你的脸 怎么这么红 哦 是 姐夫这里太闷了 热的 姐 我可以去你家 逼几天蛋吗 是不是爸妈 又勉强你做什么事了 他们 想把我嫁给一个洋国人 什么 他们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你放心 在这里 有你姐夫在 没人可以欺负了你 谢谢姐 有姐夫保护我 我当然放心了 安然 明天 海上妹妹离开吧 怎么了 你不喜欢露露 她之前 是做过一些坏事 但是在爸妈那种教育下 她很难有正确的习惯 而且这次 我也是觉得 她真的姓露露 倒也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什么 算了 没事 睡了 嗯 你 疯了 你不会 想让我姐姐醒过来吧 你到底想干嘛 姐夫 你想好声点 要是被姐姐发现 大半夜的 她在我这个小姨子的房间里 来做个解释 我的为人 安然自然信得过 那 如果是这样呢 你想要什么 说 我尽量满足你 我 想要你 啊 你知道这不可能 可是 我只想要你 谢露 等可供可聚变的事情结束之后 我会和安然坦白 这些听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之后 我会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不要再刷你这些小把戏 啊 可控核聚变 原来 那些阳国人是为了可控核聚变 宁风 我会让你看得起我吧 这是山羽玉兰 风满了啊 今晚的会议 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怕什么 这是我大夏境内 我倒是要看看 有谁敢当面挑衅 农叔 各国代表准备入场了 开门 准备开始会议 首先欢迎各国代表前来参加本次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将会在全球各地公布直播 我们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一下举世瞩目的技术突破 那么这项技术就是可控核聚变的成功研发 用刷这招杨某果然用得好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没有绝对的把握 大多数国家都不如造次 只怕这些家伙 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喂 雨萱 新来的 叫你呢 过来帮我顶一下 说明说再加两个机位 是 是吧 此次技术的突破是大夏文明的进步 也是世界文明的进步 大夏一直只在为全人类目布置 所以这项技术虽然是由大夏完全自主研发 但是往后呢 也会一步一步地向各个有国开放 朗先生 请等一下 朗先生 请等一下 这位是杨国的剑先生对吧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当然 可控核聚变技术对于各个国家来说 都是相当重要的 这项技术占生于大夏 我们都很靠近 但这并不代表 这项技术也是属于大夏的 没错 据我所知 这项技术的研发 是由德国国家的科学家组长 其中 却有英国科学家 以及国会国科学家 还有我二国的科学家 你看 朗先生 谁想接受 明明是由我们几国科学家 共同研发而成 你怎么能说 这是大夏的专利呢 不错 在这个研究团队里 的确有你们几国的科学家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也一并参加了项目研究 不对 不对 他们当然一同参加了项目 不过呢 大夏在可攻核聚的研究上 这么几年了 都没有什么突破 怎么我们的科学家 一过去就取得了 重大的成果呢 这其中 谁取得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相信 猜出的各位 都看得明白 这么说的话 建谋先生有何高见 一 简单 我希望大夏 能够向各个参与了 研究的各个国家 公开介绍可控和计辩 亲手 公开可控和计辩计辩计辩计 还忘乎要求主人以礼相待吗 废话少说 我的澳国人性质干利 局势皆知 看起把图子拿出来 博士别对我还不太客气了 澳国代表 你是不是忘了 你现在 可是站在大夏的铁上出望 那又糊涂 你真相 还等于是召集大国 博士 澳国代表 您先小小请 我知道 大夏国 透露我们的可控和计辩计辅 您很生气 还常人 我们都很生气 不过 这毕竟是全球之魔 龙先生 大家都是林工 没有必要 关系搞得这么 这样 如果这件事情 处理得 不够妥善 恐怕会引起 结果的战争了 黑石剑步 你是在威胁大夏吗 德国您 定要想提起 你可以 战争 你们来打一个试试 好 原来是 大夏我先战争 大夏女友权 扯夜将军 我大夏本是礼仪之邦 今日这发布会 原本是想告诉全世界一个喜叙 但是你们的出现 让我明白了 真理 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尊严 只维系于剑锋之上 你们想打 那便打 你们难道真的 想唱起战争吗 挑起战争的是你们 楚将军 先不要忘了 你们的大夏战神 已经死了 大夏不是你一个女人 就能护得住的 我大夏除了战神 还有百万雄兵 除了百万雄兵 我大夏还有十几亿子民 若谈有来犯者 人人得而处置 楚将军 现在是和平年代 我想没有人愿意挑起战争 不过 可控核之变技术的归属 确实存在争议 你们 终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该技术的归属 不存在任何争议 这里可是全球直播 这种说辞 恐怕不能服装吧 唧唧歪歪 你想干什么直说 我刚不如这样 哥哥的顶级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一果之果力 我们 何不比试一场 看看谁更有之格 拥有这种技术 可控核聚变技术 是属于我们大夏的 这一点不容置疑 不过 既然你们想挨打 好啊 你们 谁先事 我 我 我奥国选手 万万军者 请你出事 万万战者 是我 奥国最强的战军 弘里十万军 曾有制服 离开上麦 闻明世界 战力 可不是靠快头大就能体现的 诶 如此精彩的米试 今天世界人民 有福了 啊 那个 孙小哥 过来 靠近一点 先养牌 啊 什么 尊者让你到时候贴脸拍 记录他的高光时刻 哦 说到 哎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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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大厦 女战神就只会躲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真早认输啊 我说了 蛮力 不代表战力 尊者 啊 对了 就是这个样子 混蛋 别拍了 快别拍了 快别拍了 这小女子 出镜的速度 都快可上我一半了 你们 太弱了 根本不配让我出手 求将军 闭起来 就直接说 有始侮辱人的说辞 可不像君子所为 我说了 是你们太弱 我们大厦 随便找一个人出来 都能顶得上你们这顶级战将 是吧 你说什么 不信啊 不信的话 下一场 哦 让他来吧 哇 他 你想让我们的顶级战将 跟这个弱姬对战 不错 怎么 你能不敢 你能不敢 简直荒唐 像他这种弱姬 若是让我锤过冷面天王出手 一只手指头 就能将你轻松 敏死 是吗 既然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想试试 对你这样的西班人出手 是我的耻辱 所以我就站在这里 让你打三拳 我单凡动一下 都算我数 这都不好意思 你们给真正的力量 一无所致 我的身体 乃是经过熟十年的 极寒枯袖 身铁端打而成 尼诺用全力 折断的 只能是自己的手 冷面天王 最臭命的一战 却是被十几把赤刀围剿 最后九段的 却是那十几把赤刀 和其九人的身体 而冷面天王的表情 始终都没有变化过以下 这就是 冷面天王 名号的由来 西班人 看着吧 就算是拿个驴武神的剑 都不可能让天王的脸上 有任何表情 更何况 是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大侠子 你的表情 真的不变 是天生的 还是刻意训练的 我天生就是这样 废话少说 出手吧 这倒是挺神奇的 听见了吧 这小子的手臂 已经骨折了 果然 还是会变 天王 天王你怎么了 不可来 不可来 一定是天王的常务员犯了 快 快 把天王送进医院了 什么常言 我早就说过了 我们大厦落骨藏龙 你们所谓的顶级战将 连我们大厦的一个普通人都打不过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你到底是谁 几天不见 顶袖不记得爷爷我了 是你 你是那天打伤我的人 我 你前几天受了伤 原来就是被他打的 主义将军 建木先生可是阳国使者 居然在大厦的土地上被人打了 你们大厦的律法难道是白色吗 按照我们大厦的律法 他就应该进监狱了 没想到 你还敢求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们当然会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 刚刚那两个已经付过了 现在都没了 建木军手 他们来了 陆先生 我们阳国还有几个人已经到了 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他们先进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国际会议 虽然这是九际会议 不过 不也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 还是请他们先进来 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大厦 什么 大厦 大厦 是你们 还有王家的什么人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龙吉天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都不是大厦人 是光荣的阳国人 混账 就算去了阳国 你以为你们就有容身之所了吗 当然有 建木大人 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核心资料 请您收好 什么 这不可能 不可能 王家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其中几个科研人员 就是我王家 一手片呀 拿到这些资料 很难吗 王天元 你可知你现在犯了叛国罪 叛国 我现在已经是杨国人 我的杨国可是百分百 忠心 龙吉天 告诉你 要怪就怪你当初 让我去捡垃圾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们 现在杨国掌握了 科控核聚变的机器 来日 等把大厦变成一片废墟 我要让你们 全都去捡垃圾 你 你们 现在可是全球在直播 你们干这些龌龊的事情 不怕被全球人指向吗 指向 世人上来 只会指向失败者 说兵者 鬼道也 这不也是你们大厦的 狗话 没错 见不大人来参加会议 又弄出这么一场闹剧 不过是想吸引你们注意力而已 没想到 你们这么容易上大 泄露 怎么了 是不是你想要的吗 很好 不过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这是大家的土地 你们凭什么能够认为 自己 能够活着离开 如果我死了 杨国 就会借他攻击去 站在一处境 你们 负得起这个代价吧 我可以让你活着 但永远 无法离开 很抱歉 你依然 无法出来 因为 前生大人 还在这里 前生大人 赶紧 出手了 剑圣 没错 前生大人 乃是剑道第一人 曾经如于你们的大厦战胜 如今 战胜仪式 前生大人 就是当之无愧的 世界地 你们杨国建胜 十五年不出山 看来你们这一次 是做了万全的准备啊 没错 攻破战胜的使势 是你们大厦国 最大的愚蠢 否则有差在 即便是面对 可控核击变技术 这种巨大的诱惑 我们 也不会贸然抽手 说白了 战胜的使 对你们大厦国的果力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鲜肉 百万雄兵 要如何 我认同你 不告诉一般杀杀 啊 这 战胜真有这么重要 那个普通人 当然不会知道 战胜 以一己之力 真要诸国战将 便是间接这样 诸国军队 真是一种 不亚于核弹的 精神 威慑 好在 他终于死了 哈哈哈哈 自从当年 买给那个男人之 也自封双目 苦心修年十五年 已达到人间合一的地位 哈哈哈哈 亲人大人 请您 亲人 您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是您无敌于天下的世界 活之荣耀 你别一救 你 你 怎么了 见到我 很意外吗 莫萨克 莫萨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是你 军队大人 你到底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谁 他 他 他就是大乡战神 那你 他就是大乡战神 大乡就是皇活着 不可能是的 不可能是的 他就是战神 你们个战神怎么不说 怎么不说他还活着 我们以为不重要啊 再说了 就算他是战神 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啊 有个战神还活着 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八个 八个 剑木大人 他 根本就不是战神 那你 战神早就已经死了 他不过是被找来冒充的 他只是勾搭我姐姐的一个野男人吧 哈哈哈哈 死他 你 根本就不是战神 才是已经死了 死了的 哈哈哈哈 剑木大人 战神肯定已经死了 这件事 你应该被任何人都清楚了 没错 没错 他肯定已经死了 他不可能 从八年前那场核爆中 承拨下来 那可是我一手地上的 别杀出去 你说什么 啊 啊 啊 这万 清朝的恐怖分子 能够轻易地掌握 核弹吗 我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一旧战神 也只有这样 才能杀死他 我们早就察觉到 八年前那场恐怖袭击 不同寻常 没想到 是你们在背后支持 你们为了杀我 竟然不系列和恐怖分子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 在那场战争中 麒麟子散 有多少人为子散 密码 哎 行了大战人 别演戏了 真是 已经是了 出来是 没有生命 可以在那场核爆中 撑回下来 哎 你们犯下的罪孽 已经是百死莫属 全世界都在看着这 你们 必须被人犯 审判 有了这下 可共和基本的技术 再加上 天下第一的 全身大人主材 审判 没有人 可以审判我们阳光 没有人 难以 此地不宜久了 咱上的 手手离开 命帅 直剑 白盖鲁 装枪作戏 一看到你那种脸 什么车的恶心 有一刀骗了他 副力掉的 杀 白盖鲁 口号 这就是 天神的威士吗 果然 达到了 人间恨意的地步 在这种威士下 那个冒牌货 恐怕要被直接 下破蛋了 屈须小鬼 也敢出来吓人 狗力 献鬼 你会变成我的 奸杀利鬼 杀 不是你这么狠的 这才是 杀 白盖鲁 哪里 你就是 杀 现在才知道 完了 现在 还有谁 要放我大侠 陈神 你现在是陈神 你不能杀我 我热个醒来 杨哥的军队 就会立即向你们开马 不好了 剑谋大人 军队直到战神还活着 已经 已经开始跳对了 什么 他们不能杀 我这里 我这里 还有开关 和这边进去 他们不能杀 这油盘里的资料 早已经通过 尾心上传回去了 他们 他们说我们 虽死犹容 会追负我们 成为英雄的 不行 不行 我 我要活着 你说什么 资料已经上传了 没想到吗 就算我死了 我也是为我 太阳光 英雄战士 我总算是 没有辜负我的意识 哈哈哈 简谋大人 你呢 恐怕高兴得早了一点 那你 右边里的资料啊 早就被我换过了 你们国家只能收到一份影音录像 当然 是由我这个大明星呀 亲自出镜录制的 也算是便宜你们了 你居然敢背叛我 背叛 我本来就是大厦人 为国分忧是我殷谨的责任 阿凯 我要杀了你 你死你 羡慕大人 快 快去拜救命 羡慕大人 杨国 杨国说今天的事情 都是您一人主导 他们完全不知情 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表示谴责 希望 希望大厦国 已经处决我们 心意之事 到底都有谁参与 我大厦自会要查 你们 也会有国际法的审判 至于你们 卖国求荣 丧尽天良 你们 是大厦的耻辱 大厦的律法 也一定会给你们 最沉重的处罚 不要 我们知道错了 少了我们 再次罚 知道错了 完了 我忘记 百姓的经验 全完了呀 你们 也别再想逃到国外去 你们今天的嘴脸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这颗星球 除了监狱 已经没有地方 可以收留你们了 收留你们了 你可以吭 姐夫 我腿疼 你走慢点 好大只老鼠 难道有老鼠 姐夫 你讨厌 哼 好了 能自己走 就自己走了 姐夫 我帮你们这么大一个忙 你就不能多谢谢我吗 是你自己说的 为国分忧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怎么能算帮我的吗 那你对我有没有多一些改观呢 如果你还是图我身子的话 那没有 姐夫我想清楚了 姐夫的妻子呢 可以只有姐姐一个人 那我就安心地当 大学生学的小姨子就好了 这还不用现身呢 不错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走吧 这小姨子可以靠近的距离吗 这就是小姨子可以靠近的距离 首长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宁舍海活着 这个墓碑也该拆了吧 你看看这个 这不是之前的DNA检测报告吗 不是已经知道是弄错了的吗 这是今天检测的 首长 您什么意思 我们提取了 这句遗骸各个部位的低音类 跟宁舍的基因进行对比 得到的结果都是高度温和 从理层上说 这句遗骸 就是宁舍的 可是在发布会上的事 您都看到了 除了宁舍 谁还能有那样的气势 难道 您是想说 他是别人伪伤的 你再看看这个 还是DNA报告 这是前两天 我取宁舍的毛发去检测的 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高度温和 这 这到底 这两张报告都能证明宁舍的身份 只是一张 宁舍已经死了八年了 另外一张 宁舍活到了现在 我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 目前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 我也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上报 如果上报了 他们又会怎么处理宁舍啊 三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谁 平安过来 跟爸爸打个招呼 好 看见没有 宁舍 快快答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三月十九 我们确认关系 是什么时候 八月二十 我们第一次 是什么时候 新年 一月一日 还不错嘛 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丈夫 宁舍战死 是什么时候 安然 你说什么呢 不是安然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 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我不是宁舍 还能是谁啊 安然 你别哭 这是宁舍的 乙孩DNA鉴定报告 我的丈夫 八年前就死了 他的尸骨就躺在那里 你怎么可以冒充他 安然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的外貌 你的声音 甚至你的记忆 都跟他一模 但我知道 是的 你一定不是他 为什么呢 知道你的身份之后 我向首长 许无能赏 荷报的细节 他们对我没有隐瞒 你知道 我听到了些什么吗 宁舍夫人 当年凌峰 执行的那次任务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现在才知道 那场恐怖活动 是由杨国一手策划的 其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消灭 女帅 为此 他们还绑架了 二十轮的人质 唯一提出的要求 就是女帅直身前往 当女帅 踏入中心区域的一瞬间 杨国就引爆了核弹 在这场战斗中 我和若干战士 都受到重伤 当时我们距离 爆炸的中心点 足足有一公里 而你摔他 连一百米的距离 都不到 那这样一来 那些恐怖分子 不也都炸死我 没错 这都是杨国的阴谋 他们要杀掉所有人 以此来掩盖真相 黑石剑部 要不是死到临头了 这个秘密会被一只眼眸 那现在的宁蜂 到底是谁 他们竟然把这些 都告诉你 就像害死我丈夫的 那个杨国人所说 没有人 可以在那场 核爆中生存下来 宁蜂再厉害 也不过是血肉之躯 海然 我给你 也讲过故事 一哥 你怎么逃出生天的故事吗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是什么时候战死的吗 现在我就告诉你 十八年前的九月十三日 凌晨 三点十六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他们的目标是我 只是我没想到 背后还有杨国的参与 更没想到他们会跟我 同归于尽 从原本想着 只要救出的人之 我却有充足的机会 和恐怖分子周旋 可杨国的阴寒 让我明白 当时只是我天真的想法 其实我当时距离 核爆根本不是不足一百米 而是就在旁边 因为当时 我正准备拆出 他的控制原件 所以 宁蜂 真的已经死了 没错 八年前的九月十三日 是我的 一次死 你在说什么 一时的再一次苏醒 我回到了行动的前一天 当时我没有多想 只当时做了一场梦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和梦境并无二致 我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于是我更改作战计划 由于知道战场的全部细节 我这次做了完全的准备 可这次 核弹还是引爆了 我死了 一时的再次苏醒 又回到了行动的前一天 到底在说什么 安然 你先听我说完 我这次的死亡 让我意识到了两件事 第一 只要我靠近核弹 核弹就会引爆 第二 敌方 非常清楚我会在什么时候 出现在什么位置 这就说明 要么我们内部出现了内鬼 要么敌方有特殊手段 可以提前锁定我的位置 为了派出第一种嫌疑 我提前半天行动 并且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我在接近目标点的时候 却看到了上一次轮回中 从未出现的东西 什么 是我的尸体 你无法想象当时的我有多么的正经 我发了疯的四处搜寻 你才 我找到了多少具我的尸体 不是两具吗 我找到 就是七具 这就说明 我在战场中 重生了上百次 你想说 这场战役 之所以令世人震惊 堪称完美 是因为你重生了上百次吗 没有啊 还有三人 没有救助 太可笑了 安然 是你 是你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见到他 故事变了 没有 我还需要把那三人救助 这是我的士兵 安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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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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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吧 果然 我不是重生 更像是被困在了某个时间段 可上次 为什么能逃走到八年之后 林轩 一切怎么就去 开始许多 不 我已经知道幕后重置的事情 想要重置这套荷包 只有一个办法 这 令所有间的转向 全速 开我 要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